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就 這個客廳,最好是一個,還有一個就是別人的客人 我說客廳的,大家不會像上課那麼累 我是講故事給大家聽 我風流別人的命令,來跟大家報告見證 我們這次去美國用我們台灣民進化的ID,真的可以使用 我給大家驚訝,因為我親身經歷 微信公告,微信公告 微信公告,2000.27歲採訊的時候 我們台灣民進府接受要請 在美國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我待會,後來我放一個家庭給大家看 我們辦事處,大家有在網路看過 沒看過,幫我描槍一下,好嗎? 我沒看過,好 我待會有時間,我幫大家看 我們辦事處處的狀況 再來,2000.10年9月設備的時候 我們在華盛頓市立酒店100.11年集會 因為那時候,我們台灣法理學院還沒剩餘 資金很少,所以那時候我們沒有農業的設備 雖然我們現在有錄影,但那時候美國跟我們農業 以上讓民主黨來公佈一幾百塊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第一邊酒會的狀況 可以把那麥酥找我的志工幫你問一下 我給大家報告,我們台灣剛開始 2008年集會設立的時候 台灣民進府,它是軍紀萬國國法 全政法在台灣台北省立的 那時候我們台灣民進府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正式名稱叫台灣平民政府 後來美國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美國軍事政府因為他要用簡稱叫做美國軍政府 所以我們對於說話要盜補 所以我們叫做台灣民政府的 都去掉一個字這樣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過早的名稱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正式的名稱是這樣 那是現在我們說的簡稱台灣民政府 後來在2010年4月25日 台灣民政府在台灣民政府第一邊的台會 現在很圓滿的落幕 那是美國,因為我們去美國 然後美國2006年去美國 然後2008年美國就跟我們教說 我們要台灣跟人秘書 譬如說,那個領導人秘書長所領導這個團體 控訴美國這個團體 要走政治這一條路 所以2008年他就跟我們支持說 我們要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那時候在2月2號的正式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再來2月2,50年4月25日 我們就基盤一個全球代表大會在台北基盤 那時候參加的東海有 農民黨、民主黨、共和黨等等 而且要專注沉重某先生做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再來是七月東、七月青石 美國要求我們在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我們有約定,我待會有辦給大家看 那九月八號的時候 美方就辦我們舉辦第一次的那個九會 那九會錄影帶,待會兒我會辦給大家看 九會錄影帶可能我怎麼辦 第一次的沒有辦法了 再來 因為我們在2011年1月16日 我們正式法理學院正式給改成立 那時候很冷,四度而已 而且來參加我們這個法理學院最高的人 都要自己帶稅貸,還帶稅貸 不像現在說你們睡的時候都有碰瓶 有腿、什麼都有 以前都沒有因為創業威艱 剛開始的時候都沒有錢 完全我們都是剋 剛開始都七八十元而已 第一次七十幾個 剋每個人的力量 然後慢慢建設到現在 因為這間大人是游先生 游先生就是這間大人的處處 他有一次就是政治大公 帶他去聽秘書經委演講 那時候像是在2009年那時候 2009年、2010年那時候 聽到的時候他就很濟動 當秘書長的力量 他就跟秘書長說 他有一棟大樓都沒用 他想要報是秘書長沒用 秘書長來看一看 你辦公室的經濟很好 但是都沒有空間 沒有一個大樓都可以做教室 他現在坐這個空間 他就是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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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房間 一十間的房間 那秘書長看完就這樣說 游先生隔一天就叫人 將這些房間都說出來 都說出來 存在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就叫他來看 秘書長看完就說 蛤?你講真的喔? 想不到你 他本來叫是 他真的來講講 結果想不到他真的 將所有的空間都來講出來 變成一間大樓 這樣到時候有夠嗎? 你這樣後面以前還要三間房間 三間那個辦公室 現在聽說兩天前 兩天而已 就三間辦公室都說了 所以現在變得這麼大 我來的時候 我拚一個說 怎麼又不一樣了? 這我也是第一天看到 只有兩天 他就把事情回覆完成了 所以你看看 可能還有按摩堂 那是很正常的 這兩天的工程也蠻快的 然後他這樣整修 然後花費了百萬 然後我們就開始這樣一次一次 學員來受訓來受訓 然後有存的機會 就開始現工程款 然後慢慢改善 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房間 以前是很久的廁所 現在整個都改好 改善的 還有都有浸泡 有過 有碰塵 這是越來越好 越後面的人 越欠修 再來跟大家報告說 因為我們這樣辦 辦三年了 辦三年 再來 美國他就跟我們說 他說 你三年 已經分年到四千年了 然後他就 跟美國長 指導 說 趕快再來辦一個 就是我們第二次的酒會 2013年 9月6日辦 台灣民政務 在華盛頓 第七酒店辦 第二辦的集會 這也是我們跟美國作會辦的 我們來象徵就是 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二次酒會的狀況 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三年後 就是2013年9月初 台灣民政務 他在做 議辦 還有那麼大的集會 和記者會 甚至我們邀請 ABC電視聯播網 就是2012年 總統奧巴馬總統 那個民主主持人 是 他來會場跟我們主持 這天 很大的 我們台灣人 熱烈慶賀 而且 會中主席 他也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我們待會兒時間 我們要特別感謝 因為 因為 本來也很幸運 有既期唱歌的第二辦的集會 第二辦的集會 本來民主主是暗公 差不多有十八的人 所以我們 民主主去登記 就登十八張機票 到報名截止 記得有三十個參加 民主主說 這三十個都很重要 大家都很高興 你都想要去 熱烈一個人都沒有 我都給他刪掉 不然你三十個都去好 三十個都 終於就欠十幾點的 車票 機票 我就 應該想辦法 還去頂十幾張的機票 因為 分兩隊頂 所以我們 分成兩隊 第一隊是 潘慶晴副主席 他帶十八的人 第二隊 就是我 潘涼華 副主席 還有郭會長 我們頂頂十幾的人 分配是第二隊 因為我本來是參加到第二隊 我和大家報告說 我們第二隊的一些趣聞 因為兩千 那個就是 去年九月四號 我們的兩隊都當桌 在高檔的時候 在草原棋 就坐分兩棋 然後背到東京 在我們東京 然後還從東京 分到兩隊 然後還從外國 再由紫特律 坐火龍機 背到廈根機場 然後我第二隊是 為台灣通背到東京 然後由東京 背到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在那裡 還有坐火龍機 背到雷根機場 然後我第二隊 我就大概 這兩隊 要相差一兩點錢 我就說 大家在雷根機場 都不要出去 在海關那裡 大家都收拾 等到大家都回家 跟社會出去 我現在要跟大家報告 就說 我們第二隊 他已經發生一些 好處理的事情 當我們 鄭天文 由東京 就很幸運的 很平安的 我們十二的人 坐上的 大美航空公司 大美航空公司的分機 然後背到比特律 背十幾點錢 然後到比特律 從我們到以特律 下去的時候 下去到那個基電的大廳 看一看 大家都看 那大廳比這看多多 整周都是人 比這 我們現在的人還多 一周還有一周的人 我說 這麼多人 一周來 只要一兩點錢 兩三點錢 到我出學 很高 但是我們的婚人 還剩四十就要出去了 因為我們飛機 在天空飛的時候 有delay 就有delay 比我預定的時間 然後說 這樣一定不會有 坐不上飛機 我如果要等到 照白天出海關 一定不會坐上 我們預定的飛機 這樣的時候 就算要坐下一班的飛機 下一班的飛機 不一定有十二位 有可能兩位三位 就要分尾 要配到我到 那邊的機場 那時候 富人跟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富人就臨時 跟我們召集會議說 我們大家來想看看 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很順利 那邊出海關 可以提早 就是可以很快的 那個覆關這樣子 然後 那位潘良華副主席就說 你必須上有 警察的邀請人 在那裡 我們每一個人 補關一項 邀請人 全部都英文版 我就請夫人說 你夫人你英文比較好 能力比較好 講話 你英文在外國 長得很久了 長得一段時間 要說你的外語能力比較強 不然你就拿邀請來議票 還有我們的身分證 我們台灣國民身分證的ID 拿去跟海關的官員 常常看到 我可以讓我們出海關比較容易 就是比較的可以 趕快出海關這樣 海關可以通關 可以快一點通關 然後夫人 他就 其實大家都會怕 說第一次 然後都不認識 他就說好 沒試試看 那你姑且有氣 就拿著機票 邀請來跟我們的ID 去跟他們的美國海關在那 溝通在那場所 那紀念想不到說 差不多十分鐘而已 他就跟我們說 快點快點 他要開一個關口 讓我們從旁邊過 我說真的嗎 這是真的 我說起來很訝異 因為秘書長實際上說 我們的ID在美國可以用 可以可以 有時候我也聽過他 他抱著問他 他有可能的 他想不到他 他提起機的說真的可以 我們十二的就 走到旁邊 他真的在旁邊的海關的關口 還有門的空 他就開一個關口 讓我們十二的在那裡排隊 很順利 都沒有跟我們問題一樣 看… 就全部 差不多十幾分鐘就全部通關完畢 所以 然後旁邊那兩三百的 都在他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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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怕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也很緊張說 會不會他們起來抗議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 可以那個 特別替我們開一個關口這樣子 我說 你想如果說做法民國還是今天李進東 他有可能說他的外交還好 十幾分鐘就讓我們通關過 其實也是靠我們這條新聞情 USMG那條新聞情 到有可能有這種特例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很順利 然後就坐上了飛機 回到雷根機場 跟第一隊的聯合… 跟第一隊會合 會合後 我們就全部出海關 就是我們都很順利在那裡出海關的狀況 這是夫人 本人都要第二隊 然後我們就… 這是海關 雷根機場海關的出口 我就大家在那裡合照 很順利 我們三十幾個人就全部聚合 然後在那邊合照的照片 這就是辦酒會 隔一天我們去到那裡的時候 已經晚上八點五 八點五的夜桌長 進入都夜桌長他拿早去 拿早去把我們紅白房間 還有晚上因為已經八點五的夜桌 沒在找吃 他就把我們準備很大肥漢堡 把我們當晚餐 然後大家就休息 隔一天 隔一天就需要辦酒 隔一天我們就馬上辦酒會 我們有一些通訊 他上去 他酒會 我們不去之前 他就把我們掛國旗 那很慎重 他們美國的酒店 都願意幫我們掛國旗 這就是我們開酒會的時候 就改方大堂 台灣西部政府 然後華盛頓 我們開酒會那個現場 然後當時早上 晚上六點半到九點 這就讓大家看說 那個飯店也都把我們列在那個 他就有很多的樓層 有辦什麼活動 我們就在那裡 那在四季酒店辦的活動 不是那個親海人可以下去 那就是美國他們 如果有要重要事情要宣告的時候 都在四季酒店辦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兩次都在四季酒店 就是這個外面 而且四季酒店費用很貴 那這邊辦這個酒會 花這個要二十幾萬美金 我要二十幾萬美金 然後這次有七十八個美國人 我們台灣這邊有三十幾萬 那這一位先生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Squatchman 他就是訪問歐巴馬總統那個主持人 那這天就是那個主席那邊 發表了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演講 演講那個就是等一下 那天他就發表這批全部用英文念 那因為是有記者嘛 就是發表記者會 就是這一篇 可能你當然手上沒有 因為有出貨大概沒有的 就大家看見 然後隔一天 酒會當然那天機會很順利 反正就大家辦得蠻順利的 然後我們大概將近十點九點半 他們現在美國人還有很多都不知道 他們說他們很享受 很享受那天的狀況 因為那天我們很多高殺手的朋友 你不是 你不是拍很多節目 唱歌的節目 然後在那帶動唱唱歌 他們現在大家就跟我們一起合唱 唱歌大家都很開心 他們都到九點外面不知道 一半 酒店 酒店會都關掉 大家不等不走 這樣說他很久沒有享受 那種興奮的場面了 再來第二天 我們的行程很晚 我們都要去六天 坐給我們去就將近三天多了 三天了 坐給我們去就將近三天 要用到三天 第二天我們就 就是這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比華盛克比市 剛才大家報告說 2010.7月4號民間府接觸的 美國在華盛克比市設一個辦事處 這就是我們辦事處的大廳 那個大樓的外觀 讓大家看看 這就是來賓一個會議室 我們在那裡是跟他們 叫他們的會議室 大家在那裡座談 這給大家報告說 我們今天有在那裡設一個平民政府辦事處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監核政國代表處 這就好 好看 他要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美利監核政國代表處 有幾個地方 我沒有每個地方放給大家看 我有三一些條 幾個地方讓大家看 我們就每個 我們每一個人三十幾個人都在那裡拍照 然後我們都有拍照做記錄 以前都是紙面上看而已 說我們在那裡設辦事處辦事處 現在就是讓大家看 這是真正的實景 大家看 這個就是政治道阿公 他第一便到第二便 只有他有參加 他有參加 他有參加 他第一便到第二便 他只有參加 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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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真根主席 這個酒會 聽說我以外出十幾萬的理金 他是一個日本的腦科醫生 我們在那裡簽那個簽字做紀念 大家都簽他在那裡做紀念 聯邦大樓 他的那個 聯邦大樓 他的那個 那個門牌號碼 他有在那裡 大家看 他對他們去不見 這個狀況 好 聯邦大樓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美國會邀請我們 設一個平民 平民政府辦事處理 你想 他怎麼不要去叫民進黨 不要去叫國民黨 還是叫我們林志森博士所領導的 這個台灣民政府 他要讓我們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因為平民黨 他兩千塊人 帶我們兩百幾個 我們那時候就對他走 把他做回到美國 做美國都沒錢 都是大家拋腰包 而且是 那個農民黨的主席 這樣明顯先是 他怎麼沒來 他給他一個人 他就像他們家的家 拿去貸款一百五十萬 百五萬 讓平民黨拿去國 我們其他人 我都想說 這會行還是不會行 阿倫再放舊頭 去那裡都完了 所以我都出貨 我都出貨 五千一萬 都出貨 但是張主席 那個黨主席 那個農民黨黨主席 他一次 他就將他的家 拿去貸款百五萬 那百五萬 有可能是 都 待會兒這堂的 都沒錢沒錢 結果他一來後 他只認同秘書長的理念 因為他說的日子美戰 這是完全正確的 用這個去國畢國 他跟這個力量很對 就敢投入這麼多的心血 然後你想 美國 他跟伊拉克相伴的時候 他把軍事佔領伊拉克 他也有 把伊拉克邀請他在這一棟大樓 趕快這棟大樓 設一個伊拉克平民政府 第二世界大樓 舊金山合約 搶舊金山合約 那時候 麥克阿蘇佔領 因為他叫蔣介石來佔領台灣 他本身 他本人去佔領日本 他佔領日本的時候 他也在日本設一個日本平民政府 他也有叫他們 他也有來設一個辦事處 他在那設一個辦事處 這是英國的慣例 他佔領軍事佔領人的所謂 他在那設一個辦事處 辦事處的時候 他有一個人進出在那邊 如果美國有一定有什麼事 跟他們辦事處的人在聯絡 之後辦事處的人 就要趕快聯絡到國內去 你想我買一日不是很簡單 不是這樣就可以一日 你剛好有兩個朋友去穿 在那15月 你看這間辦公室裡面 兩間國家有批評政府在那裡 然後普通跟主席 他就拿了一兩斤身體 收集又拿證書 去到他們的所謂 行股通之後 去開門 開門都ok了 台北都整理好了 我應該路路去到達 到達 到達的時候 我們有的用盡 有的一間在那裡 不會很遠 大概走二十幾分 去到那裡的時候 大家要先將我們的ID 我們的台灣 我們台灣公平送送的ID 都拿到那個所謂 那個所謂 key checker ok沒問題 都打一張 你看 你看 這邊每個人都有帶一個名牌 你們看到 這個有的有聽到 那個名牌我是我有留的 那裡面就照你公平送送裡面的名牌 的資料 把他打一張給你打 打完 打完之後 你跟經費電子的 他給你收生 他還給你收生 你也走路去 收完之後 他給你這張電子去到我們的樓盤 然後那樓盤 那樓盤 每間都很小樓 樓盤 每間都一間樓盤而已 可能這個要做電子 可能這個是要換電子 雖然房間一間樓盤而已 我聽譬如說 那樓盤很貴 我們樓盤說要10 每個要10萬塊的租金 我可能看得到 這個是會議室 沒有那麼大 你看 這都四世紀樓而已 這樣一間而已 就要10萬塊台幣而已 我剛才他對面一個人 我問他 他的房間都比我們小樓盤 那我是沒有注意看 那是哪一個國家 對於這個國家 我是沒有注意 所以 你不要看 我們今天 是腳踏是跌 真的一刀是腳印 然後每一個都是 大家很多人 包括你們來受訓 那些錢 都有投資在裡面 都是這樣 我們回到這樣 再來 我跟大家報告 第二檔 我們說 台灣民進府 它是中心在美國本土的 台灣美國軍政府 它真正名稱應該是台灣 美國民進府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它是一個美國本土的政府機構 我們這不是民間團體 是政府機構 是根據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第13條的規定 是以政府 才會贊助於 所設立的一個諮詢機構 所以這裡來說 以所有的短議題設備 應該是由美國軍事政府 應該去籌播 但是目前 它都沒有幫我們幫忙 都是靠我們大家 這樣收金五百一千 或者是來上課的錢 這樣一直撐到現在 然後再跟 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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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主席那天 他有說 日清也關協約之後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配偶 領土的租款 日本政府 加賀股 給台灣軍 到的管閣管 太平洋接近之後 日本政府 放棄台灣軍 到的管閣管 可惜日本天皇 並不必要求 放棄台灣軍 到的領土的租款 所以日本天皇 對台灣領土的租款 至今是不便 有金算合併條約 也寫得很清楚 這裡大家報告 這裡有一個 日清馬關條約 就是說 他簽條 跟日本之前有 夾武戰爭 大家應該知道嗎 立書我們都有 夾武戰爭 結果簽條砲書 簽條砲書的時候 就簽一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剛開始下的時候 是說 他簽條 台清台風帝 要將奉天 台灣還併條 掛牛 台日本台風帝 但是那時候 沙連到 立共 立共 跳出來抗議 他就說 奉天就是現在的 遼動拜託 他說 是你簽條的國土 你簽條的國土 是不能割讓的 但是台灣跟澎湖 是擴殖地 比殖民地還那麼小 所以他不是國土 所以他可以割讓 因為日本風帝 他以前 以前 以前 他沒有照國際法 外國公約在行 外國公約 那時候 他就有請他台信 去外國公約 沒有 美國公公 國土 不可以割讓 所以台清台風帝 就像 奉天金 簽到 簽國的風帝 當然 千國皇帝 他也會用一些房子 給他補償 因為 那時候 台清台風帝 他就像台灣陪 半年 台日本台風帝 然後 日本就開始 那時候 就政府台灣 因為那時候 其實台灣 一半是簽條 一半是還有多少 日本那時候 不知道 結果來的時候 才發現這種狀況 所以 有十九年時間 政府高砂族 因為高砂族也很強悍 所以日本要政府 他也很不容易 當然死傷也很嚴重 歷史很悲劇 在1937年的時候 台日本跟四年王民化 那時候就全部佔領台灣了 然後實行王民化 一直跟麥克阿瑟那個軍 那個將軍 他軍事佔領日本的時候 他一個很大的時間 收集裡面一個大日本憲法 給他修改 把日本大日本憲法修改成為 現在的日本批評政府 其實我們現在都說日本 日本其實他應該是說日本平民政府 後來那個麥克阿瑟 將軍事佔領期內 他國際化 將軍事佔領期就要離開了 然後他將軍事佔領期後 他離開 所以現在變成日本小日本 他修改憲法 他如何修改 就是把日本的憲法 修改變成現在小日本 他只有四個地方 管轄區長四個地方 北海道 本州四國九州 還有其他周邊的一些小島 還要離開 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掛入 很多國家去占領 譬如說 主島掛南韓去占領 北方支島掛蘇聯 占領去 然後陪給台灣 蔣介石集團占領 把大日本全都掛掉 四個地方掛掉 他現在的小日本這個地方 但是很幸運 安倍晉三首相 一個專條首相 他紀念北海角 就是修改日本憲法 當然修改日本憲法 剛才一年到現在我拼了百年多 好像還在拼命當中 不過因為軍事占領 他要修改很快 但是他現在 不是軍事占領 現在屬於民主 他的民主社會 他要修改 就要因為他的參議院跟眾議院 通過才有可能變成大日本 他修改憲法就變成以後政策 現在一步不是一個政充的國家 他現在小日本就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他正常國家就是要把他領土 全部收回來 假設要正常國家 他必須修改憲法之後 然後全部把他國土收回來 才算是一個日本的正常國家 所以安倍晉三 他現在就是努力做這件事情 你如果成功就趕到台灣的成功了 再來我 那個小賽 我想後面這些可以不用聽 第二個 美國政府的組織 我簡單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在外國已經說很特別了 現在你們上網去看 我就簡單跟大家說中點 要求我跟大家報告 現在跟大家報告 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組織 美國聯邦政府分成三大部門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門 美國憲法對付一個欧望的即時權 都有一些明確的規定 以立法方面來說 美國憲法第一章 會以所有的聯邦寡理的權利 是屬於美國的國會 那美國國會他施行兩院制 那可能我們台灣如果也是要照他這樣走 因為他是藍軍事佔領那個學他 有參議院跟眾議院 那目前我們也有那個議長嘛 參議院議長就是張文獻 眾議院議長就是潘陽華先生嘛 所有的立法都需要經過參眾兩院通過 變成由總統牽制才生效 再來現在跟大家報告說參議院 參議院在美國叫做尚院 然後被釋為是有比眾議院更大的審議權 參議院他美國的參議院有100名的議員來組成的 每一支有兩的人 參議員每一支人的任期是人名 他沒有連任的限制 所以他可以可以那個就是可以連任好幾次 我們台灣的立法委員是跟他連任兩次 那個市長啦 然後基於選舉的需要參議院中有任 有在任連路普等的三組議員 就是說他每兩年有三五次的議員 要連任期屆滿需要卸任或者再經過選舉來連任 這種機制可以確保參議院中有一定比例的自身議員 因為他永遠都有三分之二的自身議員 這樣他們國家的運作才不會出現空窗期 再來就是大家報告說參議院出現某州議員缺空缺的時候 是由該州的州長去任命補替的議員 美國副總統他是當日參議院的出現 但只有一道標 結果出現僵局的時候 他才會去投決定性的一票 不過就是這個最終很高興出現的投票的僵局 因此副總統很少介入參議院的日常運作 那副總統如果不在的時候 由參議員選出一位主席來當那個主持 那個日常的事務 那我今天先報告到這裡 因為待會秘書長要跟大家報告很重要的 那我 欸 小菜我是到現在 OK 那我們有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等一下聽秘書長說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好 謝謝